台湾是中国的道德挖地和治理挖地 我觉得也是 美国根本就不是民主 如果我再有选择的话 我肯定不会 哈喽大家好 我是八九 最近又有不少粉红呛说什么呢 台湾是所谓中共统治领土的 最低文明挖地 不仅各方面的成就啊 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低的一个省 于是就有一名正常高级黑反串的中国网红呢 顺着下去说 让小粉红们全都破防了 杀他的措手不及 不知道该怎么反驳了 我们马上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吧 金灿荣说 台湾是中国的道德挖地和治理挖地 我觉得也是 毕竟全球十大半导体企业 台湾省才占了区区量 而美国就占了六个 台积电不过控制了全球60%的半导体芯片市场 台湾电子产业的份额也才是全球的75% 距离遥遥领先还差得远呢 对吧 再来看看教育 2300万的人口才有156所大学 入学率高达97% 虽然几乎普及了大学教育 也就才勉勉强强培养出一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李院哲 人家94年居然还放弃了美国国籍 回到台湾发展 这样一看 确实是智力挖地 再说道德挖地 那就得看社会福利了 医疗教育养老全免 咱就不说了 对农民还搞特殊化 全省2300万人口中400多万的农民 不但有普通退休金 还有老农津贴 而且你知道吗 这老农津贴根本不需要事先缴纳任何费用 到了65岁 人人都能月领1700块人民币 除此之外 每年台湾财政结余 还要按人头发红包 2023年 每个人分了6000新台币 折合人民币也就才1340块钱 想知道台湾是怎么沦落到这种地步的 它里面大部分说的都没错了 像我阿嬷也是农民退休嘛 这个老农津贴 加这个农民的退休福利金 还有养老金 加一加一个月将近五六千人民币 换算的话 什么都不用做 而且是在花莲的农村乡下 大家先别急着喷这名中国网红 他为什么说的也是台湾省之类的 我想说啊 因为他顺着小粉红的逻辑说下去嘛 他若不这么说 那这部影片 大概率也无法存活在墙内打击小粉红的 是吧 如果可以的话 我的影片早就搬过去了嘛 若是台湾属于中共国的领土 我们把中国的每一个省 或是这个直辖市 都独立于台湾来做比较 如果连台湾这样的成就都算是挖地的话 那就不要说什么北京上海啦 我们就说什么湖南河北贵州 海南陕西广东东北三省 你觉得这些成分那该是如何呢 你贬低台湾如此地步 那比台湾成就低的中国成分该如何 他们是什么成就呢 而且中国的北上广深是集中西部所有打工人口的红利来换的 尤其是上海跟北京 你一个西部农村人 你想要取得北京上海的户口 那堪比移民啊 所以到底是谁在求是中国人呢 而且台湾还没有这样的人口红利 造就北上广深 真正有北上广深户籍的中国人 你把这些人群拉开 哪一边才是大多数的中国 而且台湾如此 整体发展的民生福利 还比中共的一线城市好 台湾只有两千三百多万的纳税人口 而且我们基本没有额外的劳动力 虽然上海的人口跟台湾差不多 但上海有额外的劳动力啊 那这些额外的劳动力 你们还不给他这个户口 你们还会分到上海市区的户籍 上海郊区的户籍 以及没有上海户籍的那些人 要入籍非常的难啊 我们台湾不仅要负担养老金 健保还有住屋此类的那些民生福利 还有这种基础建设等等 还有军事国防跟外交事宜 所以你说台湾烂嘛 你把荷兰跟北欧五国的任何一个国家 甚至新加坡独立放在中共领土旁边 然后中共还要天天文跟武贺 荷兰丹麦或是新加坡 你认为 这些国家如果换来台湾海峡的位置 且中共要统治它 这些国家能有现在的成就跟福利吗 所以啊 台湾我觉得已经做到 在这样的一个情势下非常好了 中国若是一个联邦民主国家 亚洲经济会更好 不仅台湾能够更全面的落实福利政策 减少军事国防专注在内政问题 把我们的目标朝向北欧迈进 中国也可以更加的团结日韩台 还有东亚的经济圈 且更加落实各省在地的财政民生福利 因为毕竟你都这个联邦制的嘛 那中国的总统就管不到福建省的内政 但不巧啊 小粉红跟这些蓝筒派 就是喜欢我富民穷 每天躺平996 月入三五千搞个大一筒内卷 而且啊很多这个小粉红说 台湾拿掉台积电话啥也不是 OK啊 那我也可以这么说啊 中国拿掉人口红利的话 你真的是啥都不是 全世界只要人口基数够多的国家 印度也好 美国也可以 其实日本也还行哦 欧洲那些国家加起来全体有将近七八亿人口 只要他们愿意放弃民生福利 他们愿意学中国那种廉价劳动力的话 全世界都可以是世界的组装工厂 那你却以此为荣 那这不就证明了你们喜欢那样的工作环境吗 所以你们觉得哦 中国制造是最牛逼的 你只是拼街嘛 你只是因为你们的人民愿意忍受这样的低廉价 便宜的劳工 便宜的这个收入 所以你们才有这个世界工厂支撑 这是值得炫耀的事情啊 OK那你厉害 我们确实做不来 你看好不容易中共国庆廉价 结果呢 新闻又传出什么呢 这些小粉红又穷游黄山 还有穷游中国的一些景区 连饭店都舍不得住 睡在厕所 睡在公厕 睡在路边 也不愿意花钱去住宿 而这也不是第一年第一次有的这种情况 去年前年只要疫情开放那期间 皆是如此 不仅在中国各景区也是这样子 连去香港玩的中国游客 在很多中国的廉价 亲民廉价 五一廉价 十一国庆 不少的中国游客 也是睡在香港的麦当劳啊 睡在这个 深圳跟香港的这个边境的马路上 海关上 等一早的搬车回中国 我在台湾日本还有欧美旅游 基本没有看过 正常有工作能力的游客 多是为了省钱 睡在景区或是边境的马路上 你在穷你还是可以睡个青年旅馆 是不是 而这种穷游特种兵证明着什么呢 我懶得再说了啦 看起来很繁荣 很多人出来消费 但是 你实际细细去看 这是消费降级 甚至委屈自己睡马路 睡公厕 也不去消费 住饭店 连青年旅馆都舍不得住 然后呢就没有做功课的林之草 就会觉得中国经济烦荣 你看很多人出来游玩了 但你看到他们睡公厕 你看到他们不愿意 花钱去住旅馆吗 我相信林之草 自己出去旅游啊 你也不愿意睡公厕 睡马路边 你再穷再破 你还会找个网咖 你还会找个青年旅馆去睡 不是吗 昨天10月7号 在摩托车大赛的日本战中 QJ的摩托车队的欧洲选手 钢塞雷斯啊 在比赛时 佩戴的日本传统头饰 结果遭到了小粉丝痛骂围剿 而赞助的中国厂商 立刻停止了合作 解雇合约 指出这是伤害中国车友 以及中国人民的感情 今天这名车手 他都还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 甚至连比赛都不在中国境内 而且人家也没有说什么 我带了这个日本投进的意思是 中国大陆 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咱们要完成大东亚共荣圈的伟大复兴 他没有讲这句话 所以我也不晓得你们在破防什么 我认为小粉有种一点 去举办一个比胡锦涛执政末期的抗日大游行 还来的大的游行 呼吁中日断交 有股气点把日本借给你们的贷款 连本带利还掉 哇 让我们看到中国人好有股气啊 我不谢你这些破钱 你们这些破钱 我们中国人一年就挣回来了 我还连本带利的还你 拿去吧 从日本 而且当然很多小粉会说 台湾只有台积电 其实你去看一下 台湾除了台积电之外 还有将近十几个世界不可或缺的 零件材料供应商 自己去看一下 而且这些逻辑错乱的小粉还不在少数 最近一名已经移民美国多年的中国大妈 并且在洛杉矶也生下了自己的儿女 她接受了采访 提到自己非常后悔移民美国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带大家来点评一下这部影片吧 美国根本就不是民主 如果我再有选择的话 我肯定不会错 一个是一个非常自由主义泛滥的地方 尤其家人 我觉得你要一个会选择的人 比如成年人到这边 你在中国大学毕业之后 你的思想意识已经都形成了 然后你再到这边 就是在你选择的时候 你选择一些美国正面的东西 小的时候 我是觉得等城市 孩子就是非常个人 第二 这边的人自私 非常非常自私 就在这边畜生长大 或者是年龄很小的时候 尤其是移民到这边来 移民到这边来 他会有一种 有一种dry 他想说拿到更好 他会抛弃很多东西 慢慢的你就知道了 其实中国这个社会 我是在中国长大 是在中国读书 中国这个社会 其实是帮你做一些选择 一些不好的东西 你根本就没得选 你看不到那些不好的东西 你在小的时候 我觉得没有必要 有那么多的自主权 你就受那种教育 比如说刘家思想教 比如说像你说家庭关闭 比如说的努力学习 比如说的孝敬父母 在这些东西 在美国是没有 美国的大学 你像我是在中国读的大学 中国的大学 那真正是一个 非常美好的地方 我们那个年代 在美国的大学 那跟中国大学 那是两个事件 完全是不一样的事件 如果我再有选择的话 我肯定不会做一 美国这个民主制度 你待久了你就知道 根本就不是民主 是一个 media control 一个people's mind 他media control 怎么control 他有十件事情 他就想 我就讲这一件事情 我十个media 我来讲一件事情 我能把这一件事情 比如说今天没下雨 他就说今天下雨 他十个media一起讲今天下雨 那大家就看着晴天 就会说今天下雨 加州的州政府 加州的那些政府官员 已经把San Francisco毁掉了 我说是合法的乱 比如说你去San Francisco 参加5K找给 就是跑步嘛 有小孩都是family嘛 就是正常就跑步 但是我女儿给我开回照片 就是 哎呀我说这个怎么 这个人怎么不穿衣服呢 老男人不穿衣服 旁边有孩子啊 有家庭 young family 他说对呀 it's allowed 因为他就非常liberal 非常liberal liberal到底是无政府 他是允许不穿衣服 就是make it 我就问我女儿 我说 就是我最惊讶的是 我女儿没在San Francisco找吧 她是在洛杉矶找吧 在她的眼里 这个不是反常 这个对我来说很反常 你说你怎么会觉得 这件事实现正常的事情 好OK 我看完她的影片 我认为她就有一点 我还蛮认同的 就是旧金山San Francisco 有点乱 非常的乱 那当然这个有机会我在做影片 我有拍很多这个旅游节目嘛 还没剪辑 我会再对比一下 旧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这些城市有些比较好 有些比较乱 我们就讨论这个影片 这个大妈的核心价值 他提到了什么 因为我们接受儒家思想 而且孩子太个人主义了 这言下之意是什么 孩子不接受我家长的建议 孩子不接受我家长的控制 在中国家长是可以很好控制的孩子 然后呢一切的中共的 中国的权威 是教育下去 让孩子变成你想要成为的那样的人 但是美国不吃你这一套 所以你受不了美国这样的教育 所以你点凭这样的行为为自私 而你凭比为自私的前提之下 是你无法控制你的孩子 所以是谁自私 除非今天你的孩子也想改变你 那就就是你孩子的自私 但是如果你孩子没有想改变你 而你想要改变你的孩子 就是你自私啊 所以就很明显了嘛 结论就是你控制不了 你想要把369等中国权威式教育 带给你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孩子 完结 后面其他都是你个人的一些 这个想法 没有太多的核心价值 那当然还有一点啊 他说这个美国是怎么控制这个媒体的 OK 美国控制媒体 我们退一万步说 可能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会有控制媒体的方式 但是民主国家大部分是资本 是个人企业去控制媒体的 那他们是不太受政府的这个影响 除非政府要去讨好他们 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这样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哪一家是私人的企业 可以批判自己的政府 而你可以公开的骂加州的媒体 美国政府你在中国你去试试看这样做 你自己心智肚明 而且现在移民回中国 其实非常的方便啊不是吗 你看这个谷外林在中国赚了这么多钱 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美国护照 他只要愿意以他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随时给他一本中国护照 你自己心里也清楚 而且你说这个美国人民比较自私 我从来没看过有中国人会集体的去领养美国的气因 而我看到的是美国人多数人这十几年 每年从中国领养的气因超级多 还有很多因为被这个美国家庭领养 在这个美国各个方面领域有巨大成就 中国有吗 虽然美国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 有些地方真的是乱啊 但是美国真的发生什么事情 路边的人都会拔刀相助 你这个事情你放在中国 你搁在中国看 这种事情你们自己心里清楚心里明白 好吗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不喜欢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Bio下期见了 拜